嗯 那個我是豬豬的諮商所的同學 哈囉 天人 好 那就是以前我們在唸書的時候啊 也是唸到很辛苦要看很多文獻 寫不出來的我都會想說 豬豬都做得到他要怎麼成功 所以他也是我們同學當中 帶著我們一起前進的人 那所以我要問一下哪一點點 就是如果復原地放在慣性的脈絡來看啊 就是說你怎麼在一個關係當中去付出 或者是你怎麼邀請對方對你付出 來讓這個關係是更好的 那或許這個關係會是一個讓你負面的過程 對 謝謝 謝謝 不過天人我覺得你不在支持我了 你下的氣管了 問了一個這麼專業的問題 要我用很白話的方式來解說 這真的是有一點點小困難喔 不過真的謝謝千人提問 我覺得這件事的黃金鑰匙 對我來說復原地怎麼放在關係裡面 有一種黃金的鑰匙 對我來說叫做銅禮 銅禮它其實是一種邀請 而不是一種邀請 當我們願意同理別人的時候 呃 這就是會也邀請對方去同理你的世界 當我們願意自己站出來 到對方的世界裡面的時候 我在粉絲頁最近才有寫一篇文章 是我看到一個非常震撼的令主 就是有關於同理怎麼去邀請別人 就是這位客官跟我這樣說 他的爸爸是多麼的一個嚴謹的爸爸 從小就給他們打罵教育 然後撕巴達式了 然後所以他到現在都已經50歲了 但是一聽到他爸爸的聲音 他還是會我哪裡做錯了 那種驚嚇的反應 那他爸爸現在已經中風了 已經坐在輪椅上面了 他沒有辦法很好的行動 所以他的飛翁會想要推他的爸爸出去 他爸爸也因為行動不方便的關係 所以越來越胖 本來是非常瀟灑的一個男女孩 可是現在就是身材走樣 那到了公園的時候 就有人對他爸爸做了一些不禮貌的動作 就會說 哎呀你這麼胖嘛你應該減肥啦 然後還捏了他一下他的領夾 那個肉肉的領夾 他回來以後就跟他女兒抱怨的沒停啊 然後就跟他女兒講說他 他就是怎麼會現在人這麼沒有教養 他好傷心 那女兒真的那時候我的個案 就心裡就很多OS 因為他從小受到他爸這樣的教育 他也有很多OS就是說 你應該減肥了你知道嗎 那你應該好好做復健啊 那這不是就是一個很好的提醒嗎 他就很想跟他爸爸趁機 機會教育一下 可是他那時候想到了這一件事 就是同理 他看到他爸爸也很閃動的淚光 在抱怨的時候其實是很難過的 然後看到他爸爸雖然手不方便 但是有隱隱發抖的感覺了 然後想到他爸爸以前的形象 是這麼的玉樹林峰 他突然跟他爸爸講了一聲說 喔爸 我知道你覺得很辛苦 你覺得很難過 人家怎麼可以這樣說你 這件事情就這樣結束了 他爸就覺得他女兒懂了 可是隔天的時候 他出門就發現他忘了帶鑰匙 所以他就跑回家拿 可是他每次要做這種事的時候 他心裡都會有很多擔心 因為如果被他爸發現 他爸一定會睡就變很久 然後一定會跟他講 你真的初心大理的人 你為什麼會兒 然後以後再跟他小心一點 就是這種話 可是他發現他那天回家拿鑰匙的時候 他爸爸又看到你 可是他爸只跟著他講一句 不要慌慢慢來 對 然後他就告訴我一件事情 就是真的同理就是一種邀請 因為你願意走到爸爸的世界裡面 感受爸爸的感受 所以爸爸開始願意去感受你的感受 去理解你的世界 所以如果我說 婦女人放在關係裡面 就是同理 我也是因為同理的我媽媽 所以你知道我沒有跳下去 我也是因為我同理我爸爸 我知道他比我還痛 我不能只想著我自己很痛 所以我才開始拿起我的手掌 邁向我的人生 所以我覺得最美的一件事就是 世界上不是只有我們 我們看看別人 我們去邀請別人進入我們的世界 我們也先走入別人的世界 不知道這樣的回答 專業的千人大師 非常美麗 非常美麗 多謝 謝謝 謝謝 謝謝